給我們消息 所以我們後續到底規劃 老化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每一個鄉鎮都能夠有移動 從零歲到一百歲能夠照顧 從我們的育嬰、親子、我們的日照 我們的衛生所能夠整合起來的一個長照衛福大樓 那我們目前已經送件到我們中央六件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再加上我們自己衛生局有60年的歷史 已經變成一個耐震度也堪憂的建築 也一併利用這一波提出了一個計劃 總經費到25.8億的經費 特別要謝謝我們的謝委員 然後約了我們韓院長 我們希望說能夠爭取到這樣的經費 減輕帳戶的負擔 讓我們的長輩 那還有我們的這個孩子們都能夠有好的一個環境 那一起來照顧零到一百歲 我們的這個全防衛的一個照顧 因為我們江浩縣 福元廣大 然後縣政的財政 是所有縣市當中 每位縣民平均分配的所得分配款 最少的一個縣市 所以今天王縣長特別到立法院來拜訪韓院長 希望能夠爭議我們彰化縣政府的建設 總共是有六建的長照大樓 以及地下室的興建工程 等25.8億 那我們希望說衛福部可以大力的協助 畢竟這是照顧所有超高齡社會的這個縣民 因為我們的就是彰化縣 平均的年齡是比其他的縣市更長一些 那希望對於長者的照顧 長照的計畫等 那我們衛福部可以大力的協助 謝謝